下收时节 山东人肇收获盲 一点都不用担心销路 不用担心 小小洋葱 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从山东人肇走向世界 今年的六月 将有八万吨左右的人葱 从山东省的人肇镇 发往世界各地 这里的农民 靠着洋葱走上了致富之路 不知道累 下收之际 我们带您走进蔬菜小镇 为您讲述 任兆元聪卖全球的 生才之道 大家好 我是富裕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才有道 这次我们到的地方 是山东青岛的人肇镇 我们来寻找这里 致富一方的特产 这个特产虽然其貌不扬 但是凭着它 可以说是点燃了这一方的经济 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 正是这个特产收获的时候 它到底是什么 跟着我 咱们到地里去看看 山东人肇镇的下收特产 就是农户们正忙碌地收割着的洋葱 洋葱都已经开始采收了 现在应该正是销售的关键时刻 最近还有报道称 山东有不少洋葱卖不出去了 可是这里的农户们 似乎并不关心他们的洋葱怎么卖 您知道您的洋葱卖到哪吗 哪关的意思 那里没钱 直接就交了 也不用管 这是您家这里的地方 是 这人家里的地方都是原葱是吗 是 中的地方面子 二门断油吧 这收完就已经全卖出来了 就卖出去了 一点都不用担心销售 不用搭闲 断个不用搭闲 河葱是要去多应的 罗宾兴中的东西 这东西最大的 为什么他放的原葱 都是有丁大的 他给你探河葱 我回家给你三百五块钱 你种下来就给他 他就往外国送 你家公司要往外国送 虽然不知道往哪儿卖 但这些种洋葱的农户赚的可是不少 在一亩地 比你多数的食欲 接近一万块钱 一亩地能收一万块钱 正忙碌地收割着的原葱 也就是咱们平时说的洋葱 洋葱被称为菜中皇后 因为它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 可以刺激食欲 帮助消化 杀菌抗感冒 还对预防癌症有一定的功效 更重要的是 洋葱是目前所知中 唯一一种含有前列腺素A的蔬菜 所以食用洋葱 对于维护心血管健康很有帮助 人兆正出产的洋葱 分量重 个头大 外皮蛋黄 内里雪白 这个有些与众不同的洋葱 据说口味还很独特 王书记 我说想尝一下原葱 王书记挑了一个刚及格的大小 这个吧 我都用大一点 大得好卖钱 大得好卖钱 尝上一样 大小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们想尝一下 因为王书记告诉我们 这儿的原葱的皮 对 不一样 你尝就知道了 您说说有什么不一样 我说 您说 天中吧 还有关键 这个品种这是银行国外的 国外的 这是一个 二一个吧 普提王多是有机肥 有机肥 有机肥 它就甜 它就好吃 好吃 您说这个好吃 但是您说这个不是特别辣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我觉得要是普通的洋葱 可能这会儿我已经被流满面了 不 这个不会 对 我问这味道 对 它是有点微辣 不是那种很刺激的那种 并不是 非常地好 韩花银头的 它在底里都拔了吃 知道吧 真的不辣啊 我吃没事 痛哭流涕 没事 我问问题 痛哭流涕 这是不是地里刚摘的新鲜的洋葱 这是地里刚摘的新鲜的洋葱 这是地里刚摘的新鲜的洋葱 正是 嗯 我要辣口 对不对 辣味还是上来了 但是可以接受 微辣嘛 不辣 它不叫洋葱 不叫洋葱 不叫洋葱 稍微有点酸鼻子 但是它不是那种 会让你受不了 对 眼泪 下来这个没有 它觉得挺香的 很香有洋葱的这个香 这样大酱下来吃得饱 还是挺辣的 毕竟它是洋葱啊 洋葱 不辣呀 不要吃第二口了 每到六月初 仁兆镇的地里就开始热闹起来 洋葱就是有三个五号 三个五号 三个五号 雨不得 九月五号必须雨三不得 雨就升上七十两个月 九月五号加两个月 四月五号 四月五号也得到第二下来六月五号 收获 不过收割洋葱的第一步 却并不是把洋葱从地里挖出来 为什么咱们要先割掉上面这个叶子 然后再搭 为什么不一起全弄了呢 一起全弄吧 你这个木头 还要割掉 你不割掉 出口也我也不用 所以 因为是 出口也不必须往咱转的 它没有这个木头 你抓到包出来 这个木头还得夹 我家的酒 还得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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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 所以相当于是说 现在它们就像 都固定好了 咱们就把这个头先去了 对吧 以后怎么办 把它干不干的时候 就开收获了 四半不干 干大了就不好了 再干了以后吧 每个钱 自己就分下去 胡说了 洋葱的收获季节 准时而短暂 地理忙碌的农户们 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去年饭 在做短地收饭 一碗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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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碗绿 一碗 一碗 今年还得多 今年看过来沿河 它这个个儿也沿河 没小点 看着就没小的 嗯 你能看着就没小点 沿河 顶嘴山两河 今天能行吗 叔姐 我看您刚才跟这几个大姐 聊得特别开心 哪说那么高兴 哎呀 我们 今天聊一下一个 今天找的 你想着哈 这么去找的好吧 他先学也好 找的好了 他就先学快开的好 如果是 就找这些五碗八碗 整个人 一碗在这里边 越干它越没劲 整个嘎这块 这块 你怎么打一碗 他不知道累 就好了 干什么也不知道累 这个样子 这还是可以说 就个大分 可以打九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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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不错了 四分 可以打九分了 不光是种地的百姓 任兆镇的家家户户 都加入到了洋葱收获季的致富大军中 大娘 您在这装袋 是吧 装袋 大的 小的也装 小的也装 这边就是大的 大的 您干一天能赚多少钱 八十多块钱 八十多块钱 每年到这个时间您都过来干 是的 觉得还不错 行 行 这不缺钱花 不缺钱花 是的 咱们喝的收获了 这些是什么时候送过来的 今天还有多少钱收获了 这是今天和昨天 这总共有多少 这总共有五万斤吧 每年从您这过手的重量得有多少 估计轻化得有三千吨吧 两千吨 两三千吨 每年平均下来您这大概能赚多少 个人 个人一个赚个十万八万的 是 我们主要是加工前出口洋葱 我们现在一年两万斤吧 光洋葱 对光洋葱一万斤 一年产值大概在两个亿左右 从收割到包装到收购到运输 整个人赵镇在六月下收的季节 因为洋葱变得忙碌而欢快 好 搞小到搞 为什么呢 它 它是一年一年的这个洋葱设 我必须就是将军下说吧 发财了 发财了 发财了以后吧 它财了就有云青 在我们的一只 冰葱王嘛 多年他都有事了 冰葱王嘛 觉得跟着干有事 有希望 有希望 王贵心 任兆镇沙北投村的支部书记 也是沙北投蔬菜合作社的负责人 任兆镇的洋葱 就是他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说到种洋葱 王书记可有不少自己的想法 种什么不重要 种好的主要 把它种好了 种好了还不是最重要的 还是卖好的最重要 为什么任兆镇的洋葱销路这么好 这个其貌不洋的蔬菜 为什么能得到韩国客商的肯定呢 任兆出产的洋葱 是怎么让一个普通的小镇 一步步走向繁荣的呢 这个片种吧是从国外引进来的 这个片种是明星F1 我们这个区域吧属于大火 重济土羊 就富含各种这个油脊质 所以说种出来的原兆葱口感也比较好 营养比较丰富 因为它这个区域比较长 它比较适合这个畅图运输 比较乱出团 经过几年的积累 王贵新认识到 虽然任兆镇种洋葱天时地利人和 但是想要卖上价 品种和管理是关键 而对于怎么种和怎么卖 他都已经尽在掌握 就是个堤罐 就在这种事 保障的走差了 冬子没有选后 这王贵就塌了 你看啊 它正好都有点嘛 一堤一堤一堤的 堤了以后花费平均 反的多算 你一瓶洋葱饭的二两水 都多二两 它一样多 所以它长得就好 如果说你大水满灌 浪费的水 浪费的水 一二三四五六七 到七个岁它就堕没了 堕没了 十五天就可以收获了 这个这么小的 现在能卖出去吗 咱俩还说别犯猪 别犯这儿 咱俩是没给 菲律宾 马来西亚 印度的西亚 国家越小越好 七五分一小的 韩国越大越好 哇 看看这个 感觉这个跟我 大半张脸差不多大了 所以你们现在地里 这个所有的洋葱 没有浪费的 没浪费 小的都有 都有人要 钱包也有 每一个洋葱 不管大小 对老百姓来说 都是赚钱了 都赚钱 就少的话 韩国日本做这个贸易吧 你得回去 我看王书记一直在那拍照 我得到去韩国 您在拍什么 给韩国都披着图片去了吧 这又发给韩国的客商了 是吧 请给我洋葱的照片吧 你看 这是翻译的 全是拼音 但是你们交流一点障碍都没有 没有 你看 人照原葱来自韩国 也一直主打国际市场 还没收获 客户就都早早的下了订单 难怪直到今天 农户们都说不清楚 自家的洋葱卖去了哪儿 只知道 从人照出去的洋葱 就是不愁卖 慕名而来的国内客商也多了起来 洋葱成了全镇经济发展的核心 小镇的餐馆也都纷纷跟风推出了人照原葱宴 在这里是圆葱小油丸 外地的客商都到这里是圆葱 从每年在6月份到9月份 都摆在这里是圆葱 也到我家吃圆葱宴 那就是收获的地点 你的客人应该很多了 很多 都在提前盯着 客人这么多 你这个收获情况怎么样 这三个月也就是三四十万吧 三个月就能三四十万吧 三个月就能三四十万吧 嗯 那就是收获的地点 你的客人应该很多了 很多 哪个最受欢迎 最受欢迎 因为我们当 因为我们在里面就是圆葱最出名 人照的圆葱啊 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王贵新可以说 已经把他做成了 本地的一个响当当的特产 但是就在他的声音 越做越大的时候呢 他却遇到了一个巨大的瓶颈 这个问题啊 还真是挺麻烦 6月份收获 到了9月份就没有了 年底到了全家 到4月了 有药桶 到2月份 3月份有药桶没有 王贵新发现 想要抓住全球的客商 最重要的 就是任何时候 都有洋葱出售 但是就算放进冷库 洋葱的保质期 也只有三个月左右 有效就 外扫回到国内的市场 吃到县下的福田 就得从国家的大压部 公布到大厘部 我第一个 我想在云南种的 云南因为我那边有个前期 就是得通过我前期 抓了他的植物细节 弄他植物细节一块 给我种了9分洋葱 在云南种洋葱 王贵新很有把握 但是等到洋葱种好了 他把韩国客人 带到云南去检验时 这批洋葱却让他惊讶不已 天寒中下雪 就原来就下来洋葱了 对不对 这个价格很贵 他照顾起不起来 我都不敢相信 起了800美元一顿 哇塞了哇塞了 厉害 他其实他回韩国发大态了 我们首都地区下来的洋葱的价格 要就是 平均是380美元 王贵新迈出的这一步 再一次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于是他开始一步步 扩大自己的种植版图 这样就是我们 整个的火锅社 全国组织的基地 23月份 越南 这样的组织 西藏 这是5月份 马上到了河南的南洋 到了6月份 请到地区 山东 九泉 9月份收获了 这家鱼馆 早要再一带 路上收获了 一直收获到10亿元 下来 你到我这地方 明天12个月都有 把优良的品种推出去 从南到北 建立起了全年全时段 生产人造原葱的基地 王贵新打造了一个 买全国卖世界的人造原葱生产销售链 从此以后 王贵新手里的人造原葱 打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 成为了不会断货的蔬菜 因为严格选种科学管理 再加上国际市场上多年的口碑 现在沙北投合作社出产的 人造原葱 早已成为当地洋葱市场上 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别看今天人造的洋葱 致富一方 但就是在二十几年前 整个人造镇 谁也没见过洋葱 九三年就过来一个韩国老板 全景有洋葱的 平度这个地方有没有洋葱 这个韩国客商 当时是已经考察了山东人造镇附近的地理环境了 那就是专门来找原葱的 不过咱们的王书记听到这个问题呢 当年他还是村主任王主任 那真是有点懵啊 加上这个语言又不通 他都搞不清楚这个韩国客商到底找的是什么 不过要不说咱们王书记还是挺有眼光的呢 他在想 既然这个外国客商都到了咱们的村口了 这个机会可不能轻易放过 我到时候也不知道 不知道我就用他下去找 我们就是找了一个弩用的 弩用的车拿着韩国人找 找了两三天找不到 没有 当时别说在仁昭镇 就是在整个山东也没有人种过洋葱 没见过的蔬菜 没干过的买卖 王贵欣当时怎么就一口答应了呢 来这高楼就冬天是一个土地 土壤是这个土地 土壤是这个土地 土壤很重要 土壤很重要 所以它就饮酒和花样 把平度的东南西北都和花样完了 而一个是港口 它有借口 所以离了青岛港台八十块 很满意 很满意 可以点个农民种吧 你不要怕 我欠药 当时的王贵欣是沙北投村的村主任 感冒这个险 也是因为他太了解农民们的生存状况 农民你好 你上他两个交理来 交卡也好 你这么算也好 他不相信知道吗 最后你办法就是走去他们看 王贵欣说 这带头不能是用嘴说话 要用地来说话 所以虽然他都没有见过原葱 但是他还是决定要 是 那么当年 谁来试 种的怎么样 到底有没有赚到钱呢 我们要去问一下 任赵镇第一批种原葱的人 王贵仁就是第一批跟着王书记一起种洋葱的人 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 但是说起当时第一年收获时的场景 他还是相当激动 老鼻兄也不太相信 也害怕对不对收获 哎呀 结果种了第一年再发贴了 当时种的时候 老鼻兄楼民都去看 有些种洋葱都不看见会儿 都知道种洋山 没看见会儿 都看了又到了后边 到苗了 吃了大洋葱了 哇 这山线 都很紧气的 都很紧气 这山线是什么东西的 那么大一个人 从没见过洋葱的人赵镇村民 都跑到地里来围观收获的场景 更重要的是 大家都想知道 这东西真的有人买吗 真的能赚到钱吗 我第一次出口 我还没有出口卷 我又找了外貌公司 给我代理了 放了三个西洋葱 当时就的是两毛钱人 他说三毛钱给努民 第一感觉 他赚钱了 您家的收入在那一年 就跟其他没有种洋葱的 这个区别很大吗 哎呀 天余地这家厂 这是咱们的销售记录对吧 这是小货的合同 总价是 一万三千九百二十美元 USD 这这么一个 这个应该算是很小的一档 这就是两个集团箱子在上 这东西在那个 网站已经大开放在这 十二年的网站 我们今天是第十三年了 现在我们得在选 得在选客户 你看老家的实力道 我们天余地交往 不要去找他 他就找我们了 过去人造本地的这个种植啊 可以说是品种很单一 方式也很单一 但是王贵新和这个原葱呢 发生了一种强烈的化学变化 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 当地的这个种植状况 而且他们的合作社啊 可以说是一通百通 现在他们不光是发展壮大了原葱 而且已经把人造镇 改造成了一个蔬菜小镇 当时都说是个梦 是个梦 两瓣大不了两瓣 一瓣二瓣 大瓣都打到 一瓣五瓣大不了两瓣 现在时间怎么样 超两瓣的事 一点也不太快难了 现在也不光中央套了 脱兜了什么 鱼头我都种了 现在也好了 现在怎么 这不是 这说我吧 我这一年 这种在斯拉姆地 就是弄个七八瓣块片 现在零七万块片 那是开家大些事 没完打散 没完头 没完要头 然后没头顿 没完头顿 改着就是打头 一直就是练续练续成续 然后比起来吃点苦不要紧 还能赚着钱 一共是2.2个页吧 我们人照镇下了91个餐庄 基于面积是119平方公里 整个耕地面积是12万亩 其中蔬菜的种植面积是11.5万亩 人照的蔬菜总产 每年保释在50万亩左右 是青岛蔬菜生产第一镇 人照是全国一镇一品示范镇 因照原葱获得全国地理标志 保护认证产品 下收时节 山东人照收获忙 一点都不用担心销路 不用搭心 小小洋葱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从山东人照走向世界 今年的6月份 将有8万吨左右的原葱 从山东省的人照镇 发往世界各地 这里的农民靠着洋葱走上了致富之路 不知道累 葱花的嘎巴也不知道累 下收之际 我们带您走进蔬菜小镇 为您讲述 人照原葱卖全球的生财之道 山东的人照过去没有原葱 因为种人多了 现在这已经成了这一方的特产 那王贵心作为一个想干敢干能干的代头人 他和他的合作社可以说是把最适合的农作物带到了这片土地 这才成就了每年夏季当地农民收获的新闻 我是富裕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品味过真正的山野菜吗 到过年他还会发出这么多的 好青菜 正是他的出现 让本村老百姓采摘的山野菜走向全国 在那一年后 终成熟一 就是这周期短不够卖的山野菜 让他另辟蹊径 硕果雷雷 看中的是这个 昨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也正是这原生态的自然环境 让他不惜重金打造 并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敬请收看下期的生财有道